外界的所謂的停工跟復工 還有88年採購法開始實施之後 造成我們很多的採購程序上的融償 所以採購並不是很順暢 接下來在92、93年到95年 有很高的物價的大波動 造成的波動都造成很多的城商 譬如大貢開利的倒閉 這個倒閉之後就造成整個工程的延長 延長之後主要的承包商 譬如說跟基因就有很多合約的 需要再談判、再延長的糾紛 所以在整個過去的合適工程的推進方面 的確在整個進行方面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 沒有辦法再按照原定的事程去推動 那麼現在前面的這幾個因素 主要的影響的因素 在原文會的監督管制之下 以及國營會經濟部的協助 我們大概目前已經都陸陸續續的解決跟排除 所以我們現在主要的進入的狀態 就比耗機來講已經到了試運轉成階段 那麼針對大會林中堯林委員的建言 那麼我們公司的原來承諾就合適之計 它提了七點 我們在上次的會議已經承諾 就一、二、三以及七項 在兩個月後 也就是這個月底要完成 那目前這個檢討報告 我們公司已經完成了 那我想我們還是要按照 遵照現有的行政程序 要提報給國營會之後 合適完了我們就儘速轉成到原文會這邊來 那麼目前的今天這個報告裡面 我們就按照我們這個 目前的這個合適的工程的進度的重點 大概怎麼樣能夠做好工程平保 怎麼樣能夠讓未來的試運轉的測試 能夠順暢 這兩個強化措施提出報告 那麼有關於這個剛委員談到 就是說現在大家在講的所謂 這個距離性結構性的改變的部分 就是怎麼樣讓未來的商轉能夠更順暢 那麼部裡面已經要求台電公司進出檢討 那麼目前我們大概按照現在的承諾 就是在年底前提出的陳報 所以我想接下來的檢報就分成兩個檢報 第一個檢報就是平保距離強化措施 就由這個榮門施工處來報告 第二個部分就由這個榮門電廠來做報告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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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